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让我们共同见证不一样的长城 见证了不起的长城 同时在我们每期的真人秀当中呢 我们还会以固定 小天 你这就来了 小天 你这就来了 来了 我开场没开完呢 我开场没开完呢 没开完呢 我这前面有个特别正式的介绍 我都拿出了主持春晚的感觉 行 那我再回去 来吧 那这样我们直接让小天走吧 现在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专员登场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长城专员 阮金天 欢迎小天 嗨 嗨 我们先有请天天跟我们的安安合个影吧 好不好 安安 你们又合影吧 又合影 安安交给你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一定要合影 怎么搞得这 这次跟上次比就隆重这么多呢 我不敢相信这次是真红毯 跟那个印象中的红毯完全没有关系 就只是 他垫了个红色的毯 下一站 大家要参加一个隆重的仪式 请大家正装出席 正装出席 拉的吧 算了 十秒钟的正装 我叫这事来了 哎呀咋地 两位跟我们的安安一起合影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长城专员 周深 沈南 有请两位 哎 为什么两位没有人 那两位跟安安合影 那也是欢迎两位来到这里 哎 哎 不 我演到了那天才会复原 我不走大哥好多年 我不爱冰冷的传言 不爱冰冷的传言 来刘英社长跟我们的安安一起合个影 安安今天真的太难了 走四万里中国长城 选五千年中华文化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 有请六位专员共同来揭开 好 一 二 三 二 二 不 其实看到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特别慌 我从来没有拿过相机拍人拍景 我们为大家找来了三位非常厉害的摄影老师来帮你们 有帮手 现在你们可以转身看一下 我们舞台上呢现在为大家准备了三幅作品 根据作品选择你要进入的战队 我选这个呀 你选这个 因为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如意传的我唱了如意传的片尾曲 那咱俩写这个 ok 我俩写这个 我们俩写这个 我们站在我们这个作品的左侧好不好 我想问问叶格为什么要选这个第一副作品 我家里有 你这么一说我也突然间感觉 我家里见过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摄影师 曾为国际著名杂志 时代周刊拍摄照片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摄影师出场 好 好 哇 我是刘烨的太太 好幸福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揭秘了我们的第一位的摄影老师就是安娜了 请安娜老师选择队员 我只带了一个照相机 咱俩背过去不让你气一下看见有多尴尬 老师你不许抬脚的 咱不许抬脚的 一点悬念都没有 你们干什么 一点悬念没有 选了就选了呗还七一口真是的 这两口子 安娜老师你们的战队想个什么样的名字 刘艾安 好甜 安爱留也行 安爱留也可以 我觉得我特别的多疑 狗粮真好吃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摄影师 他师从马甘南摄影大师 并且获得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全球摄影大赛 中国赛区华夏点层奖 是不是那个如意传里面弹琵琶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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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原来半天这么多天冷笑了 就那一个响了 我们有请 红帅选择你的队友 来 带有两个相机 没错 两个来 来 沈南拜拜 我要放我喜欢的周深了 谢谢 不是 他个爱 他有时候角度都少上不去的 你有什么立足点说他个爱 所以你都资格输了 我那时候了 来吧 沈沈 做出你的选择 我选那个 谢谢老师 恭喜肖天 要我说我们第三组 我们第三组 我跟你讲 各位 第三组 这个可不简单 这个作品 这边结婚 你的活动结束了 来 其实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你太难了 太难了 来 我们看看第二个战队 你们的名字是什么 沈青山 祝贺 好 欢迎这个战队 一看就没有什么气势 这个战队 来 接下来 掌声欢迎 第三位摄影师 走遍中国专做长城摄影 国内外获奖无数的 90后 新锐 长城摄影师 这个人不重要 你放开 老师 我等你到好久了 真的 老师 我等你到好久了 是吗 是吗 我来了 我来了就好 老师 我来了 我特别欣赏您这服 我叫杨东 来自辽宁丹东 是一名长城摄影师 我拍摄的第一张长城照片 就是金天岭长城 从小 我就是对长城特别有情感 拍长城这事是 2015年的9月份 我第一次登上了金天岭长城 长城的这种 巍峨的这种景象 就给我的内心很大的一个震撼吧 在那一刻 我觉得心中关于美的积淀 来到了一种爆发点 我想用这手中的相机 来记录一下这种文化 今天为止 我已经往返金山岭长城 已经80次了 拍金天岭 哪最美 我了我执掌 赢了 赢了我们 谢谢 杨老师您看一下 您只能再选择两个人 两个 老师 我的手机里一直藏着您的照片 他偷拍被我看见了 我决定我不想选你 我不想选你 对对对 老师你看看 我在心里 这里 那沈楠没人选他 干嘛去拿 那个沈楠 我们知道你真的太难了 所以最终决定 你将跟随我们的第三组 以编外人员的身份 编外人员的身份 完成这一次的拍摄任务 我太难了 说出你们战队的名字 我们的战队叫 好丁咚 和这个人 和我 好 那现在我们三组战队 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你们本期将会作为摄影师 来完成寻找最美金山岭摄影展 你们将会分成三个时段 来进行拍摄 明天晚上七点 你们的摄影作品将会正式对外开展 成为金山岭长城的 明信片 好 请大家出发 加油 叶嘎 没那么做两句 没那么 没那么 记得我们上次在厂长吗 很早以前 没有上次 09年 咱们还咱们刚结婚 然后挪一还没有 没有挪一挪一呢 但是她俩都有了 对 去那个长城脚下那个 戴摩天鱼 但我记得有一次咱俩去 就咱们周末 咱俩 对 我还穿那个 这个严实的衣服 咱们在 咱们去哪个商城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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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去十三陵吧 是不是 没错 十三陵是一次 然后这次是另外一次 我们已经住在喜二环的时候 记得了 你看这儿有一个挺好看的 那边好看谁的 那边好看谁的 那边你看 对 对 没死了 太美 太美 在法国的时候觉得中国很遥远 很神秘 特别是中国的城城 来中国后 我去过司马胎 母天鱼 还跟刘爷和孩子 我们去了一些野城城的地方 这才开始慢慢地了解城城 咱俩先下车去 你小心 可以 你直接 你自己来过吗 我没有 那我为什么没来过 谁太美在这儿 感觉这张拍完会太普通 获不了国际大奖 这么快你就那么自信 我就随便去捏一个吧 什么意思学弟 捏不好看 我不捏它 我不懂什么是捏 捏就是拍 我捏嘛 我捏这东西学弟 这个 我就按 拍 拍照 拍吗 拍 拍 但是不是咱们也不是小心吗 拍 拍 但是不是咱们也不是小心吗 拍 三二 走 从风到时刻 了不起的长城专员宿舍 这个舍字都写错了 走 走 去看看 啊 哈哈 啊 我爱你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太可爱了 进来留着留着来 挺好的这儿 哎呦好看好看 学生宿舍 我觉得现在又在另外一种节目了哈 一阵一阵的 咱们往上看啊 知道那什么楼吗 第一楼 第一楼 叫旺京楼 旺京楼 因为要是天气非常通透的情况下呢 在那个旺京楼上 可以看到北京城的灯火 所以叫旺京楼 啊 好好好我们现在要上去上课了啊 集合 集合 你也要去 哈哈哈 我们今天的课就是杨东 今天的课就是杨东课 对对对 你看看厉不厉害 你看看 我们的老师是主讲哎 你看看我们老师多漂亮 对啊颜值就阴影了 我们主要看作品 哈哈哈 哇哦 喜欢这个哦 李温海 我知道好好看 这是北京建国厂城吗 前天夜里下了一场雪 我是于前天夜里的三点 我就爬到这个拍摄点 去等待 我是第一个到达的 等到第三天 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景象 很失落 也想回家了 天亮时就剩我一个人了 云海它果真就出现了 当我拿起这个相机 按下快门那一刻呢 哭了吧 我觉得这几天呢 饥寒还有孤独 在那一瞬间 我可能都化成了喜悦 这心晕晕晕晕的喜悦 产生于什么 在坚持一下的努力这种 等着好 杨东真的是一个长城迷 长城大迷 当他讲起长城来 你不制止他 他可以给你讲一个晚上 当他分享起他长城的照片之后 你真的只能发出惊叹之声 哇哇哇 居然长城能这个样子 你听一听他关于长城的故事 你会真的竖起大拇指 我给你讲讲长城的知识吧 OK 他这个长城啊 我给你讲啊 这个都是明长城 明朝的 明朝的 你怎么知道 他是 阿童 你跟我讲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 就是 北京周边 明长城的这个风格 就是那个时候明的时候 制造砖头 也比较 技术比较发达 就是砖 这种砖 长城砖 这种风格是在明朝七级光 他在那个东南沿海抗击倭寇 从东南沿海那边学过来的 全个北京周边都是 都是明改的 应该也有之前的 但是说明给它加固 给它就是给它让它更加固 更坚固一些 我明白你的意思 咱们去上面找最好的角度去 你猜咱们左边 右边两边哪边 是有敌人能来的地方 呃 这边 对 它有这个舵孔 能射箭的地方 舵孔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 舵孔就是射箭啊 什么呢 对 观察 这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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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叫他干嘛 干干嘛使的吗 是水下水 他往那外面 破大份似的 而且是 烧开了 就是有特别烫的份 呃 因为那种东西烫的身上 它有细菌 破了之后就人会得病 这是你们在学家学的 不是我们上一期录的时候我们我们学的 以下哪一个不是古代长城 C是怎么回事 手军用的兵器 C 大便吗 真的吗 大便真的有 在他的记载当中叫金汤 哈哈哈哈 我来没有 哈哈哈哈 来中国间 因为长城是一整条的 后来才知道原来 长城有很多段呢 金山令就是 其中的一段 这么多段长城 有不同的风景 不同的历史 在外国人的眼里 他很美很生气 也非常的美大 这儿有一张照片 我的 这儿对不起 必须得拍这张 好 因为是拍太阳 这个就是日落 学历 好的 我给你拍一个 就像你小时候在常常拍的那个 好 可以那块 小心 我太想录音了 我太想录音了 现在看这块 哇好漂亮 学历 太美 太美 真的太美 它越来越往下 二 三 四 那个时候正好开始日落了 我们做这个了不起的长城的目的 只要更多人多了解长城 延伸就是保护 和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祖国的瑰宝 像我太太这样 全世界来中国的人 让他们知道 哇中国的这个 五千年文明可不是白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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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大家要玩一个小游戏 叫真人版大家来找查 这个游戏可以提高大家的抓拍能力 构图能力和观察能力 通过两次变换姿识 能准确找出五处差异的组获胜 请进 进来进来进来 进来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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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们有三十秒的记忆时间 三十秒而已 走算不算不同了 时间到 出去快 快点 退出去 放狗了 基本上这个 找查便的地方 应该挺明显的吧 刚才这不是沈丹没参加 我太难了 坐在哪 她在哪里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她有只脚这样翘起来 然后就是手像这样放的 然后第一个杨老师主发 往这边歪的脚在这边 杨迪是这边歪的 他们两只都是右脚在前 但是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这样 然后Chustin是这只手针这样 她是脚弱的 脚弱的对 然后沈丹衣服是这样子 这样系起来的 然后枕头是这样子分开放的 中间一个 然后两边各一个 你知道 我记得了已经不太说好了吗 是 没事我有你们两个 在我啥也不记得 有她就行了 对 太可怕了 太 我们路上没有说她什么坏话吧 她还在想 好请进 坐 凉迪 你看这个脚这个明显脚 哎这个确定他嘴露齿 然后这个衣服是这样记起来的 然后他的嘴换边了 这边糖的糖的颜色不对 老师你这嘴 行吗 我们赢了 五个赢 找到了 没事 我们也能把它 如果我们能找出他们五个以上 都赢 先出去 哎 对 你可以把那脚这样子 待会儿又这样 脚不换 你这里 我脚不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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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说可以说出多少个人 咱们就多说 多说 一顿说 对 多说 一顿说 可以进来了 我来看 很难把你要注意戏 也要保持这个很难吧 不许玩摩托 哈哈哈哈 他们的脚叼叉 摩托不能笑的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几根皱纹 说一下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 啊六根皱纹 你在看哪里 我都把你记住这个形象 摔四眼 哇双眼皮贴 快到了 好好好 走吧 双眼皮 好差不多差不多 何老师我也把双眼皮贴 撕下来 卸妆 几个人 这身是这只手啊 其实我看突然觉得自己看的不是很仔细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刚好没有人仔细 你在逗他们玩 好像不是特别仔细 一直在逗他们玩 进来了 跟衣服对换面 我现在刚刚帽子是戴后面吗 我当正把帽子戴到正面去就好了 你的围鹰换个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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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手表位置 这个视频知道这个是刚刚贴的 这个刚在这吗 我在这怎么会在这 走不说别硬走啊 他这个脚是不是刚才动弹了 这个脑袋是不是拧了 刚才是把这两个脚换了 你们的时间快到了 这个算吗 这个算吗 谁的双眼皮贴贴到这了 哈哈哈哈 这个双眼皮贴贴到他这的算吗 不可能吧这个也是这个应该是算一个 我说这个算这个一定是这个这个应该算一个 你还贴双眼皮贴呢 不是我不是我 这个答案过分了吧 谁的双眼皮贴 我没有 周深的 周深的双眼皮贴 这边这边眼睛还在 这边眼皮贴不见了 周深 把双眼皮贴撕掉 你会不会对你自己牺牲太大 几处了 浩迪东和这个人对 只有一处答对 光阮晋天身上就有三个不同的地方 谁看的阮晋天 我看的 你瞎呀你 对 他门有戏呢 我们吃饭去吧 我给你们做个葱爆羊肉好不好 好 先要腌制一下我们羊肉卷啊 生抽 老抽 都齐了哈一样 你们先夹你们先夹一下 羊肉 美好 哎好吃吗 好吃 华美好可以啊 升级了厨艺升级了 哎杨东哎今天我们俩爬山啊 看着有一个像那个包房似的 一格一格的墙 这个吗呢 哎 所以我真的我第一次看 这我也第一次见这个 这个这是属于那个明代的时候有吗 我不知道这个没见过这个 一格一格的墙 那干嘛吃的 那个墙叫杖墙 杖墙 打仗的时候敌人冲上来了 市民躲到杖墙的后面 来攻击他的敌人 这个我有查 啊是吧 你确定吗你又查过 他真的查了 网络查对了吗 查对了 完全没有看过我们天哥上一期的表现 我我查过 那我查过 我发誓我两道题都查过 我查过 天哥每次说 我照题查过 这个我真的有差 不是他就一格一格一格的 这是金山岭的三绝嘛 对 对对 这个杖墙 我真的没有查 金山岭长城有三绝 文字砖 杖墙 挡马墙 文字砖的话 在山海关我们已经了解过了 而金山岭长城有数以万计的文字砖 杖墙就很特别了 它是金山岭长城独有的 它是一面像屏障一样的墙 可以帮助士兵藏身 而挡马墙顾名思义 就是防止敌人站马靠近城墙的一面墙 确实很棒 这个金山岭长城在七继光 过来修建的时候 还修建了 还发明了一个新的那个空心层楼 对 对吧 是的 我是不是 空心层楼还分成三层 哪三层 底层基座 中间储存粮食 还有弹药 上层可以有一些屋檐 可以供一些士兵助手 对 哇 你有差 我真的有差 这么晚爬山去还是爬长城 出发出发 人生中第一次 也算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你好哈佛 放一手费玉清的右键 拿一拿走 还有一些架子啊 好 咱们架子 走吧 哇这个左边这个真是重的 简直哈 大概路程是20分钟吧 说实话走路走20分钟 不短 哈哈 爬当中是不是一个体力活呀 确实一直上台 今儿就是会很累 经历移到其中啊 注意到脚下 哎呀妈 歇一下歇一下 我一路冲一路歇 我一次只能卖一边脚 你说什么 这对我的腿来说是个障碍 老师我们还要走多久啊 边走边歇 走一半了 行 坚持住啊大家 坚持 到最后 咱们到了 到了呀 对 还有吗 曙光 一定要慢着啊 对吗 我感觉我鼻孔里面全是冰渣 走 他驾实 怎么样是呢 整了这么一根上来 很不 哈哈 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 老师 我看我妈的三角架也没这样的呀 哎呀他这个架子吧 呃他这个架子他 很很很重是吧很重是吧 嗯 嗯 很重他很扎实 你的是我们以同款吗 啊 老师你为什么拿这个 我和沈楠的这个众神这个样子呢 哈哈哈 这是 相机的吗 这是 摄影机的摄影机的呀 这个我们熟老师 我担心你们这个 用一些轻架的话机器会架不稳 啊 架得稳 所以说拿这个用用这个架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和你拿的这个 我们种的呀 今晚要拍岩石 所以我们要用更稳的脚架 你看看星星 哎呦哇好帅不帅 好看哦天呐 哇 他满天全星就太漂亮了 啊 我没有骗你们吧 没有 就是啊 我刚开始觉得有点夸张了 这时候是拍星星的黄金时间啊 因为这会儿满天心抖 哇 真美 我就觉得 前面的骂骂咧咧 到这一刻都化为灰烬了 你就真的觉得 真的应该来 非常非常值得 随手一抬就是风景 太值得了 那个金山岭 这种夜行真的是太值得了 你那屏幕咋亮的呢 啊我开机了 因为你我开机了 你镜头看取没啊 我开机了 你镜头看取没啊 哦对 傻子嘛 好嘞 问我你那屏幕咋亮的呢 你讲啊 拍星空啊 它属于就是一个慢速快门 我们用M档 上面有个光圈 2.8啊 先把这个构图给够好啊 快门速度要慢速快门 好 咱们现在就开始拍 哇 可以关一下灯光吗 有一点光污染都不行 都要往这撤啊 咱们现在可以试一张 我先给你拍一张啊 演示一把啊 三二一 就等哈 对 但是咱们等20秒 看看这张照片拍出的什么样子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吗 对对 突然按掉 哦有了 来看一下啊 咱们一起拍照照片了 好看 这张照片你们也可以拍出来 很简单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 到处去找构图了 是不是 那你们找角度啊 找角度 那我自己去找去了 啊 好这块可以拍一个 真的很想去拍 抓到拍到一个长城 因为我当时看到老师一个作品 他拍的特别好看 那把那 但把他把那个长城也拍的特别清楚 我就特别想跟他一样把长城拍清楚 但是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你看这个样子的 啥玩意啊 你觉得张照片你满意吗 不满意 开开星空跟你说 要是拍着拍着就一道光上来 今晚就白瞎了 因为有点就是岩石的时候 让他创作灵感受的束缚 你的机器要架正啊 这个机器是快要把这歪的啊 再把这个架正 星空一点少 对吧 把这个机器再往上养一养啊 好吧 好 我觉得如何拍到一个好看的长城 他一定是最了解的 我就非常信心大增 OK了 我OK了 我也OK了 请你好了把灯关一下 关灯关灯 来看一下咱们效果 这边好像是银河 真的 银河拍到了 哇漂亮 还拿手电目光了 咱们提起来一张啊 你们可以摆个造型 拍一张剪影 马上调一条角度 明昊你就往后一边 这个窗口这还可以做个人 那边怎么样 我想再拍一张 如果觉得咱们这个照片拍的够了 咱们就可以先回去了 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我来一张呗 还要来一张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好 各位老师 你等黄明昊架完 明昊你架完了 咱们一起拍呗 好 你们这一人再挑战一张 咱们该撤了 好撤 真该撤了 撤 你也差不多了吧 需要差不多了 我照一下啊 等一下 现在几点了 两点多了 哥不要 你不能站这哦 哇 大家都拍上影了 不是为什么拍照会停不下来呢 本来想 照几张挺好的 就可以收工了嘛 但是万万没想到 后来我们是真的不想走 真的看到美景 而且真的是被你的相机 亲自捕捉下来之后 你忘了你累了一天了 你就想 哇 不 我要再去寻找下一个 也许下一个会更好 就是我觉得去金山里长城 有我们 像刘烨老师是夕阳的时候去的 我们是夜晚的时候去的 他们是凌晨的时候去的 每时每刻 都能保持在一个最美的状态 让我去完之后的感受就是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长城 那大家现在有没有拍到自己满意的照片啊 就这张了 我找到了我这张了 我也OK了 走吧 走吧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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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呀 我以为你是射自主 哇 好暖 是射自主了 四点二十二了 还有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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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了 谁叫你叫你叫你叫 谁叫你叫你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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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老师叫我的 化妆老师叫我的 我们去拥抱太阳 走啦 吃吗 快点 待会我们拍日出 你们有想法吗 我觉得我们不是要拍人吗 对 也可以 我们可以拍人跟太阳时间的关系 好啊 然后拍这种感觉 就是拍你打太阳吗 你戴这个帽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开始了 爬长城 来吧 注意啊你 注意脚下 你们看到吗 你们的后面 哇 哇好多星星啊 好多好不好 你还是要尝试一下 你有尝试吗 但是 但是糊的 糊的 怎么办 糊的 真的很难拍 想要拍星空 发现没有脚架 照片出来拍得到一堆星星 那都是糊的 所以那时候 越走越觉得 不知道怎么办 你知道吗 对 哎 是不是要是出了 我怎么感觉太阳要出来了 快点快点快点 我一定要到达那个地儿 所以 小心小心啊 小心小心小心 走 快点了快点了 要快点了 往左走 往左走 因为右边的墙没有 这边是已经塌了吗 这边好恐怖啊 这是哪 这是哪 西线 我们现在在西五眼了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是不是 对 我们现在要开始设计位置 就是我们待会儿日出出来的时候 会从褐色变成紫色 紫色变成红色 但到红色的时候 就只有黄金两分钟的时间 黄金两分钟的时间 黄金两分钟的时间 其实那两分钟之内把它拍完 对 好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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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么亮它都不出来啊 还没出 对啊 要拍张照片太难了 那我感觉好像又要来了吧 是来了没 它整个晚上都在来 从三点半来到现在 难啊 我怎么感觉太亮要出来了 快点快点快点 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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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这要来了 我已经听了两个小时了 我都听卷了 沈 还有一分半 还有一分半 等这个日出 我们从三点半起来 一直等到现在 老师等不到 很难受 太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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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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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来了 要出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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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拍一下 电池偏低 什么 请更换电池 真的假的 拍着拍着 快到日出的时候 发现自己没电 那边 没电 这边这边 电力偏低 各种 各种电力偏低 有这 有这 没电 没电了 天哪 相机没电 你先关着 好好看 肉眼很好看 可是我没有拍到任何一张照片 软金天 从三天开始起来 拍日出 太阳要出来 没电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金光走来了 杀人等了 杀小时 拍着拍着 没电了 我们已经错过了 很沮丧 当事人很沮丧 那台相机呢 拍不了了 完全没电了 那我们最后只能输手去做 好大的太阳 看你出来啊 对啊 你看 欣姐伯伯现在就在工作了 我们去拍老伯伯吧 好 走 我们找到人 大叔 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吗 你做一个动作 我们拍你好不好 很好 特别好 不要紧张 好 大叔你看你特帅 谢谢 谢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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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版的人民币 那边的那个钱的背景 就是这个 哪里 哇 哇 哇 快快 这算赚到了吧 我那次玩为什么没有电 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有在觉得 哇 真的好像和我在电视里面看到的 或者是在我们的钱币上面看到的 长城是一模一样的 好美啊 来来来吃早饭吃早饭 哇 哇 太好了这 初冬北方天气干燥 我觉得 需要喝一些琵琶糕 特调热眼 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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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次喝的 我真的一直在喝 但其实我从小喝这个喝了 可以 还好喝 你喝完了 我这个从小喝了他 你喝完了 你看好厉害啊 你看你看你看真男人软惊天 哈哈哈哈 啊 三姐我们先走 我们现在选一下照片 我们还有点事快快快快快 你们在干嘛 你在干嘛 现补是不是你们插东西 我们看你们照片没底气快快走 快快 现在补拍可不行啊 来没事 南门照片有没有底气啊 有有有有有 随便淋出一张 哈哈哈哈 哎 怎么没有提示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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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走 快快快快快 好冷快快快快 你好聪明 哈哈哈哈 好东西 分次喝的 我真的一直在喝 我看到贝吉明一堂字 因为我视力还蛮好的 请各位专员用以下代步工具 前往专舵口广场 根据到达顺序 获得最佳摄影师 是个人展区不同照片张数 第一组全员到达 每人可展出六张照片 第二组全员到达 每人可展出两张照片 第三组 每人就只能展出一张照片啦 我们终于这个呀 我们终于这个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走走 走走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眼睛好 还好我喝完了 你还好你喝完了 还好我喝完了 哈哈 眼睛就是好 导演 一脸欣慰的看到了 很欣慰 觉得你盖得到他 盖得到点刀 还好你看到 我瞄到了 啊 好喝 真好喝 哈哈 确实对嗓子好 你看我这声音一下一下 清凉了很多 来唱一首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 是谁带来是谁带来不是轻量了很多吗 怎么更低沉了 哈哈哈哈 咱们去看看咱们出喜片子的情况 走走走 我们也去看一下吧 我们去调一下色什么 哎喝完再去吧 let's go 走走 不再吃点吗 吃好了 保重不再吃一口吗 不如等会等会 吃完不还有半小时出发吗 不知道 不是半个小时之后出发吗 接到通告 哎呀妈呀 什么你吃饱的呀 哎那怎么洗了一些 让人不想看的字 哎 第一组前往 让沈南快点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用以下代步工具前往砖堕口广场 快抢车 第一组全员到达六张第二 快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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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还有什么工具啊 没有工具 只有这个吗 那有个那个 这个是工具吗 转到口广场去吗 啊不去啊 能带吗这 你俩一个车 你俩一个车就带一个得了 哎安娜好看 哎 给我们一辆吗 你们想个购买 我们太可怜了 我们太可怜了 你这儿可以带着人 叶高叶高 你可以带着 不不不 那个 安娜姐姐你做那个横杠 哎呀你别跟我说 我马上就把自行车给你 然后他会喝死我 来 母男母 他就 怎么办呢你啊 杨帝 有办法了 有办法了 我知道了杨帝 我骑车拉着你 咱们这个去不了吧 你这个玩意儿 咱们这个去不了吧 你这个玩意儿 这是酒店的行李车 酒店的人找你了 让你退 对 那咱们就直接走吧 我们刚刚应该冲 我们只能选几张照片 有点痛苦 金山里长城的春夏秋冬 也是有不同的 春天的杏花开放 杏花开放 下面有字 字吧 唱出或说出四首有关长城的 诗歌或歌曲 可换成哈佛记者 唱出或说出两首有关长城的 诗歌或歌曲 用目前的交通工具 继续前进 为达到标准的队伍 很可惜 你们只能返回原点 并步行前往专堕口广场 梦将女库长城 千古绝尝谁人听 一 长城长城 皇上皇后 在我心中中前进 厉害 通过 我们这一组 有眼力见 有歌手 啥都有 哇 小元 师傅 走 走 我们去哪儿 专门口广场跟我来 最后一名到的只能展示一张 你有那种 除掉正常的路 有那种野路子吗 有野路子 野路子好怎么会快点吗 更慢是吧 对更慢 对不用想了 咱就往前走吧 对啊 重点灯 重点灯 到了 谢谢唐太老师 没骑自行车多少年 唱出四首 唱出 真不知道 长江长城 恍山恍河 真不知道 别不愿意做努力愿意 让我们去 祝福生我们新的长城 万里长城永不到 尽力和和水淘淘 北国风 千里冰风万里雪飘 晃长城温月外 到这儿吧 可以 可以 走 快跑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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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上车 来 上车 不是 这不是有牌子吗 对 怎么了 这儿 你都不看字的 说出四首以下 有关长城的诗歌或者歌曲 就给换成汽车 长城的 关于长城的 来 梦将你哭长城 好 一首 万雷藏层永不斗 好 长江长城 好 黄山黄河 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 这个长城呢 那个 我们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兄弟姐妹都很多 景色也不错 我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 还有 万里长城 中国祝福你 永远在我心中 不用前夜和晚 不行 我要坐汽车 快快快 我都整了三首了 你们帮帮忙 这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 没有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煮成我们心的长城 上上上 太好了 天哪 不容易 不容易 先让我们开快一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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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人呢 哎呀 就是有的时候人生 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也许吃完一顿早餐之后 朋友就都不见了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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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录太不容易了 我们只能 才少一人 不重要了 我们已经把他抛弃了 抛弃掉了 刚刚在等沈南晚了 你们等沈南 当然也不是 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只是觉得你们三个走得很突然 我们到现在他们问我们 你们看到被子里的字说没有 没有任何 只看在上面贴了节目组的名字 了不起的长城 我现在开始有 我现在以后开始喝水到 我们的被子里心里 我去观察所有的东西 我先看一眼 他都不敢喝 我跟你讲 悲剧 现在发布 在刚才的比赛中 深金山队获得了第一名 所以每位队员在个人展板中 可以展出六张照片 他们有六张吗 每个人 你管我们 第二名到达的是刘爱安队 刘烈老师可以展出两张照片 浩迪东队每个人只能展示一张照片 他 没事 我们照片有信心 我们有信心 有 但是不愉悦 不开心 真的不开心 那我们现在出发前往下一个拍摄地点 神啊今天也超红定 想睡 先走 再继续 你去看这个事情 好 好 上班 走 走 走 那是谁啊 各位僵尸 好生心 快步走 来了 你是谁 来了 你就知道了 闻啊 挺舒服今天 真挺舒服 你 不冷吧 亲爱的 不冷 黄蓝 黄蓝 七七光大将军在等咱们 七七光 不是 这绝对不是七七光将军 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将军 真的 也有可能是男扮女装 女扮男装啊 将军 女扮男装啊 将军 各位将士好 各位将士好 我是传说五桂花 浙江宁海女儿家 千寻七家军营下 将军讨我射齐打 我率千军把敌拿 修筑长城贴墙瓦 长年征战 身体垮 二十五岁 病突发 将士织我女儿家 将我葬在长城下 后人送我歌天下 将军笛楼 五桂花 我叫五桂花 啊 因为我的父亲希望我长大以后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所以在他去世以后 我就穿上了这身戎装 女扮男装 进入了七家军 各位 随着我的手势 看到那栋楼了吗 那栋将军楼就是当年 我和七极光将军 并肩作战的地方 想当年我们作战的时候 骑马作战是必须要掌握的要领 刀 枪 剑 戟 腐叉 所有的兵器都不在话下 今天我们考验各位的是 骑马制敌 来人 骑马吗 上马 不至于吧 这能上马吗 各位 马已经到了 啊 就在这里啊 好大的一匹马呀 天呐 我 我 是各位当中的一些将士 啊 我们要人背人吗 啊 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作战规则 骑马制敌 作战规则 比赛采取车轮战 每队选出两人双手交叉 搭乘马 另外一人使用克制兵器 击打桌上的目标 最先将目标打下桌子的一队 获胜 将军 您说 由于我 个儿 高点 他俩这样 由我可否申请 我以一抗一 请问个儿是什么 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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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 个儿高的人 更应该顶天立地 来人 上道具 你们呢 需要让你们的将士 通过你们的棒 你一直打到自己的腿部 将军是不会笑的 等会儿就通过这个 来把他 击中 又打到自己的手腕了 不躺 哈哈哈 行 所以各位 看来这个不好控制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上马 后面一二三 对这样子 三 二 一 作战 丢 你用丢的 你不能用甩的 等一下 我把他勾下来 哎呀 掉了 哈哈哈 快 差一点差一点 我动不了了 好重啊 黄明浩 来换我换我 黄明浩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呀 换人换人 你真的好重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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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好累 大好 假装大害 你 好 走 走 好 走 打起来 到我 开我开 走 哇 好 好 他来了 他来了 将士 没上马 腿得离地 我上了呀 没上马 我这是蒙古马 腿得离地 我中不中 中不中 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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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恭喜 蒙古马 内战 骁勇 跑不回 马腿短又怎么样 您知道您输在了哪吗 输在了手短 大概是个儿这件事情吧 个儿 恭喜 你们进入到了下一轮 谢将军 接下来迎战的是 这一队非常恩爱的组合 请上马 一二三 哇 可以 你往我这靠 沈尼你往我这靠 对 别跳 小心 跳 别跳 上马成功 请将军口令 三二一 作战 马死了 这一轮 是我们的决战局 我觉得这边 骑马的姿势不对 我妈起羊 不行 感觉是父亲抱着孩子 全部要做小了 我们是否可以进行下一个节目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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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 你别动 你往回 不管 好 危险 危险 阿修丢了 阿修丢了 手还过来 手还过来 你还好吗 烫死了 恭喜你们成为了我们的第一名 可以优先选择我们的拍摄地点 这就是你们等会即将选择的拍摄建筑 首先要选择的是刘爱安组合 我们来拍地楼 拍地楼 那咱们就选 藏墙 选藏墙吧 这是特色 对 只有金山林有 我们太想拍通风口了 好的 选择的是通风口 不是 是被迫的选择 这是拍摄地点 主题要在下一个地点来揭晓 在去往下一个地点的路上 我有一个惩罚 要给到刚刚输了的两组 听说你们现代人特别喜欢拍照啊 是 我给你们准备了几个pose 到达之前按时完成 获胜组可以监督他们 并且记录下来他们可爱的一面 谢将军 谢将军 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告别了 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好难过 只能祝各位将士好运 好运 我觉得咱们在这先拍一张 咱每个地儿拍一张 这个能这样 这边是地面 你确定吗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吧 这样大家排成一排就好了 不不不不不 看这看这啊 这个时候身高的优势就凸显 咱们仨再往上 来吧 要太阳这里 哈哈哈 对你趴着让脸朝左 我来了 等一下 我来了 哈哈哈 他是脸靠脸是不是 啊对 好快快快快快 啊 你的接受 我没有接受 哈哈 啊啊啊 我让我一个合上来 杨冬到时候给我手里批个 批个猎枪啊 ok没问题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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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太美了太美了 真的啊 有了 福利时间到了 来看这个 一二三笑 啊 到了到了 听主题 哇 啊 我的天 啊 村里有个姑娘叫桃春 村里有个姑娘叫桃春 长得桃花正青春 一双闪亮的大眼睛 心底没有唇 我就是桃春姑娘 住在山下的村庄 为了护国把抵挡 将士上山把砖扛 日夜修筑长城忙 桃春看了心慌慌 决定把水挑山上 将士从此有水凉 漫山遍野桃花放 桃春笛楼声响亮 桃春 桃眼熟啊 能叫你称将军吗 桃春 大概是有缘分 所以让各位觉得桃春姑娘眼熟吧 今天看到你们 我就像看到了希望一样 因为桃春 希望各位艺势可以帮我一个忙 等会儿呢 会有很多的水球 来给到艺势们共同来搬运 只要越过水墙来送水球 就可以了 怎么越过呢 比如说 这样 这样 这边这个人就这样接 这么大的水球 我刚刚看到他们装得特别满 这水球太大了 来了 啊 我扔的很温柔啊 哎这个很难接 这个完全是接不住了 因为一个人有接你接了没 但是从我这边滑出去的 要我来喽 什么 也要让他们看不出我们是往哪儿针 认周深 干嘛认我 你们认我们是吧 见好了杨婷 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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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就咱们接不住呢 我们守好阵地 我按过 突起 可以 我们尽量接我们保持这个分数 来了 杨婷接住 杨婷 杨婷接住 叶哥别管我 我就是凑个数 一 二 家伙就 进 vulner 好 赢了 后面一个 聪明姐小孩 恭喜你 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名 聪明姐小孩 在选择之前 我们要保护长城 先把这些垃圾收起来 本节目由 了不起的长城若华游 指定赞助播出 中国实话长城若华游 为你加油 本节目由宁夏凯世丽酒庄 指定赞助播出 欢聚时刻喝好红酒 就选凯世丽 各位议事 这就是我们今天 拍摄主题的提示语了 第一组选择的人 会选什么呢 我们选杨超越的一条微博算了 行吧 就选那个吧 就比较接地气一点 应该会比较好拍一点 请自行揭晓 啥玩意儿 被风吹乱的少年 我就喜欢这种 刚好有少年 而且通风口正好适合 可以 第二组 你去选 是选择自己还是选择周深呢 天地要选我的先生的 所以是刘烨的一部剧 好 揭晓主题 去选择周深 这是谁啊 这是谁 等一下 那是周深吗 这是周深吗 金修图和本尊 周深老师来自行揭晓一下这首歌 梅江如鼓如意传的片尾曲 在这里淘春 祝福各位取得好成绩 谢谢 好 敌楼就是建在城墙敌台上的城楼 在扩建金山岭长城的时候 咱们的季镇总兵七级光将军 设计出了空心敌楼 打仗的时候可以防御料网 平时呢就用来储存粮食和火药 金山岭长城敌楼非常密集 造型各异 一共是有67座低楼 平均不到200米就有一座 那有一段其实 有一段好多朋友他喜欢 就是那个在陕北的时候 那个哇 一望无际黄土地的那段 这块这个气质也都特别合适 咱们就在低楼里边 把这个低楼和雪山岭两个主题 一块拍了呗 太好看了 你看那双口也好看亲爱的 有那个感觉 你觉得这样呢 两个推在下面最好 OK 对 你看你刚才头往下特别好看 这个是在今天领派这个一个通风口 比较一个黄金的一个位置 通风孔就是用来减少风阻 保护墙体的 当年啊 来自不同地区的士兵 把自己家乡的建筑风格 融入到了这个通风孔的设计当中 所以呢 现在的金山岭长城 才有了128种通风孔的图案 你看我这构图了 这个是什么墙呢 仗墙 这叫仗墙 这仗墙 掩护 仗墙 就是像屏障一样的墙了 它是金山岭的三角之一 也是金山岭独有的防御设施 它可以让守城士兵 很好的隐藏起来 怎么样 我们的祖辈是不是很有智慧呢 天哥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就是两个人的方向 哎 nice 咱们导游姐姐 导游姐姐 导游姐姐 拍照 对 拍照 你好 你好 我其实就是想要你帮我拍一张 比较好看一点的照片 想和你那里留些很好的记忆 好啊 哎 坐这儿吧 太阳光在这儿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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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等一下 你是模特儿 你不用先去占光 来 占光位 哈哈哈哈 这样这样之类的吗 没有 太过来 那让老师进了 好 老师大概就去坐 坐在这里 好 韩肖老师 你很漂亮 谢谢啊 你看得到那人脸上的质朴 那一份 单纯纯真的微笑 可以了吗 我这边挺好的 辛苦了 辛苦你 我们走了吗 好 再见 再见 我知道你们昨天晚上拍摄的时候 室外的最高温度是零下14度 在你们身上 我们有看到 这样的长城精神 你们不畏艰难 一定要完成这样的一项任务 两天一夜的时间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 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长城 同事也见证了了不起的长城 获得最佳摄影指导奖的是 何鸿杨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知道的这个作品 我们三个人真的从早上四点半一路走到晚上六点半才拍完 总共走了十四个小时 金山林长城我们三个人总共上下了四次 四次 四次 对 然后为了等日出 从四点半等到七点半 没电了 电池偏低 电力偏低 本来以为一度都放弃了 结果在我们三个相机都没电的时候 太阳准备出来了 然后我们用手机 代替了相机拍下最美的一幕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 无论如何 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希望 有请长城汽车销售仙公司副总经理 文飞总为我们这一次的最佳摄影指导奖 刘鹏山颁奖 谢谢 接下来的这个奖项 最佳摄影师奖 特别喜欢的过图 那照片很复古 它那个旷野感也更大一些 被震撼 没想到金山岭长城那么美 我第一眼看到金山岭长城的时候 挺震撼的 因为它蜿蜒在这些山林上面的时候 其实它真的很像一条龙 那张照片是我 在我所有拍过的照片里面 我也非常喜欢的一张 我们前前后后爬上金山岭那个长城 有八次到十次吧 因为我们拍新宫比较难 最后呈现出来的照片 吓到我了 真的 那次是第一次看到日出下的长城 发现我脑海中长城的模样 全部浮现了 好美 那段路真的是太美了 我就觉得多么了不起的长城 我们将会所有人一同拿出票 一张一张拿 每一张那个后面有一些还会给你们留言呢 写了 我是个长城清洁工 每天都能看见太阳升起 我特别骄傲 你拍出了金山岭最美的样子 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让我看见了长城 读懂了长城 爱上了长城 小生生 你把长城拍得和你的歌声一样温暖 我 我是一名长城导游 常年帮人们拍照 但很少有人记录我们 感谢你拍出这么美的长城 也拍出这么美的我们 社长 我好爱你拍的长城了 透过黑白光影 向我们传递了古人的智慧 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传承 谢谢 好暖心 好 我们这是第二张 现在接下来我们共同拿出第三张 下一张 第十四张 对 深深已经全部数完了 十八张 第十九张 我没了 第二十一张 我没了 来 我们继续 第二十二张 二十二张 现在最终两位专员开始角逐 第二十三张 二十四 有 还有 二五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黄明浩还有没有 黄明浩还有没有 有没有 二五 二十六 黄明浩还有没有 就像洗衣机一样 你得找 还有上面 找上面 叶哥还有 二十六张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都拿出来吧 我们一起来数数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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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我们的刘烨哥以三十三票 获得我们今天的最佳摄影师奖 让我们有请京都念思安 谢慧干董事上台颁奖 艺序 一张 三十六 九千年长城路 我以为是大家最后一起感谢 一起特别感谢 就我真的惊呆了 就不知道又要搞什么灵堂 不知道导演组会又是什么坏 你们五个人将会以接力的形式 依次站倒答题区 与我们的百人答题团 回答同一问题 回答错误 将会掉进坑里 你看看这个台 这个动物不简单 然后我们将会请上下一位专员继续答题 回答正确就可以继续 直到对面的答题团 或者是你们任意一方 全军覆名 人真多 这样我们拭目以待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一道题 以下哪一张邮票上映的是金山岭长城 游票 我知道 我知道 左边 哎哎哎哎 左边这个 哎哎哎哎一定是 选择 A站在那一侧 哎哎哎哎 百人团因为人数的限制 我们这样选择 B的举手好不好 好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选项 A A 好 恭喜 恭喜申申 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邮票上啊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金山岭长城 敌楼密集 所以一定是选项A 那对面的百人团刚刚答错的几位 现在可以移出我们的场地 厉害厉害 继续答题 好 我们讨论一下 我们讨论一下 四月最好的是杏花 应该是A 三二一 请做选择 我们的众认员选择的是A 哦 百人团选择的是B 那么这道题的最终答案是 啊 啊 我的手 B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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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这种心理上的刺激是不是更强烈 他的杏花的花蕊是黄白色的 桃花的花蕊是紫红色的 百人团答错题的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离场了 继续来看我们的下一道题 有一次桃春在半路上遇上了 一个新来的士兵叫小黄 就问他要不要喝水 但是小黄没大力桃春就转身走了 一下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 A 军规不允许和陌生女子说话 B 你是从浙江来的 听不懂陶春说的和背话 这个 来请做选择 有请你几位专员们 一定是B 专员们你们的选择是 本节目由宁夏凯世丽酒庄 指定赞助播出 欢聚时刻喝好红酒 就选凯世丽 本节目由了不起的长城若华游 指定赞助播出 中国实话长城若华游为你加油 没事吧 你为什么要自己把他唱他呢 你在想什么 我是觉得我可爱一下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我没见到赵总终的人 我没事 我们的选择是 B 而我们的百人团最终剩下的五位 你们选择的是选项 A 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道题的 正确答案是 出声 出声 他们好像是当地人 好 正确答案是 选项B是正确答案 恭喜 恭喜我们的专员们 恭喜你们 我们记得说那个通风孔是 各个就是每个 不同的人修的 可能是四川来的都不一定的 我觉得那道题太值得了 因为那道题 就是当时杨东给我们介绍 金山岭长城的时候说 金山岭长城当时是 全中国各个地区的老百姓修筑 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换算过来 因为各个地区说明就是方言 对方言有的时候对不上 我就觉得 哇 之前听到的 这是真的派上用场了 真的很开心 我们要把金砖挺上来 一人一块 我们的 太好了 长城金砖 滚烫烫的 再次恭喜 谢谢 我们的各位专员们 全队获得了我们的黄金成砖 走四万里中国长城 学五千年中华文化 本节目由宁夏凯世丽酒庄 指定赞助播出 欢聚时刻喝好红酒 就选凯世丽 本节目由宁夏凯世丽酒庄 指定赞助播出 欢聚时刻喝好红酒 就选凯世丽 上微博带话题了不起的长城 参与发博互动 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咱们从那个深海关到这来呢 来参加了不起的长城 讲一下自己想得到什么 在我们印象中 一说到长城就是八大岭长城 就觉得去了那个八大岭长城 好像就中国的长城 我们就了解了 其实因为这个节目 才让我们知道 中国那个万里长城那么长 有那么多长城的分布 还有那么多不同的景致 了不起 之前我就从来没有去过长城 然后我也没有想过 自己会去到长城 今天我们到的这一站 好像说是最美的 最美的长城 我也想去看一下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看到长城 除了它那个威严 严肃的那一面 对我们有意义的那一面 想看一下它美的那一面 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呢 我以前最早看到长城的时候 最早印象 其实真的是只有在课本里面 然后也只有自己一个人 慢慢爬上长城 每一个每一个实体以后 你才知道 原来一个街那么高 原来一块一块的砖那么大 第一次知道金山里长城 原来沿路上有这么美丽的风光 而不是一片荒凉 所以我就很期待 接下来节目过程里面 我可以想要有更多的知识的补给 跟看到更多风景经验的画面 感谢收看京都念慈安 了不起的长城 欢迎登陆视频网络播放平台 芒果TV 优酷 观看节目完整内容 清爽绿洲自在分享 来绿洲和好友一起 分享长城美景 感谢新浪微博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新浪娱乐 搜狐输入法 百度搜索 网易新闻客户端 扎克新闻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